5月28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发布了 《未成年人网络游戏服务消费管理要求团体标准》 明确了未成年人网络游戏消费的各方责任 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监护人等过错方 应当根据各自过错情况分别承担相应的责任 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经济损失 各方都有过错的监护人、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 并承担各自的责任 比如说,若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 未接入国家建立的统一的《未成年人网络游戏电子身份认证系统》 导致未成年人可以不受限地使用网络游戏服务并充值 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承担百分之百的责任 若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已依法配置防沉迷措施 但存在监护人、帮助未成年人绕过防沉迷限制等监护人的过错情形的 就相关未成年人超额重置部分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 应依据相关消费过程当中防沉迷措施的有效性等情况承担对应的责任 建议一般责任比例为30%到70% 存在特殊情况可在这个基础上相应的调整 监护人承担剩余的责任 团体标准发布以后 未成年、玩家、游戏消费是否退费、退多少 各方又应该承担多少责任 这些在过去存在一定社会争议的问题 将有更加明晰的标准和参考依据 如果各方依然无法达成和解 可向中国互联网协会调解工作委员会寻求帮助 或者向法院提起诉讼 团体标准的出台是为了保障各方的合法权益 而那些试图钻空子 冒用未成年人名义发起退费或者诉讼的人士 将被追究法律责任 该标准是游戏行业首个完整的消费管理规范 适用于指导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调解机构等组织 开展未成年人网络游戏服务、消费管理及调解 也可以为相关行政部门、司法机关提供参考